就是穿著高跟鞋就在戶外跳起來了 對 這樣很危險 對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應該是也蠻傷膝蓋的吧 對 非常傷膝蓋跟腳踝 好 大家好 我是Jack Sparrow船長 最愛Sparrow的船長 今天我的面前準備了這麼多雙武鞋 想必大家應該知道我要做什麼的吧 我要來為大家介紹 在不同的場合選擇對的舞鞋 以及一雙舞鞋對舞者的保護力 以及重要性 我們特別邀請唯一台灣製造 最專業的舞蹈品牌負責人David哥 嗨 大家好 以及蒂達斯藝術舞蹈團團長林思玉老師 哈囉 大家好 OK 今天呢 我們要先來訪問一下David哥 David哥你最早一開始就是做舞鞋的嗎 不是耶 其實我一開始在電子業服務 對 喔 電子業服務 對 那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能夠進入舞鞋這一行 而且還成為這一行的專家 其實是一開始是我媽媽先開始做 後來因為她太忙忙不過來 希望我回來幫她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投入了這個舞蹈界的這個產業裡面 喔 所以從David哥的媽媽就開始做 所以算是家族產業 那歷史也非常悠久了 對 我們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我們從西元2000年開始 2000年的時候開始 做到現在 做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真的非常悠久耶 那怎麼樣讓David哥能夠對這一個產業 就是有如此大的熱忱能夠 因為畢竟從電子產業轉換到這個舞鞋產業 其實對 其實產業的轉換 這兩個是不同世界的東西 那怎麼樣讓David哥能夠轉換到這個產業 你還可以對這個產業有抱持如此久的熱忱 呃 其實我本身從小到大 其實就是喜歡鞋子 所以我小的時候就很愛買很多球鞋啊 或是休閒鞋來穿 就是蒐集那個 譬如說Jodan Jodan什麼之類的這種鞋子 然後其實這個也是有對到我的興趣 但是我沒有想過我會做舞蹈鞋這個東西 因為男生對舞蹈這個東西 其實接受度並不是那麼的高 對啊 因為其實看David哥的身材也是很魁梧的 覺得舞蹈這種東西有點娘哦 對 我也覺得這東西好像不太適合我 對 後來就是在家裡面回來幫忙之後 其實也是有一些 有一陣子磨合期 但是久了之後 其實工作久之後 對某一些事情就會慢慢產生興趣 日久生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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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欸 跳舞的舞者其實 都很漂亮啊 都滿美的 都正妹 對 欸 可以喔 可以可以 可以去認識他們 對對對 然後再加上他們跳的舞蹈 其實也都很漂亮 我覺得 就是藝術 就跟我們的品牌一樣 Art 對 所以想要用這個東西的專業 來去給予舞者最好的支持 對 就是慢慢覺得 欸 我可以做一些好的裝備 給舞蹈選手 給舞者 他們穿這樣子 我覺得也會給自己帶來一些成就感 欸 David哥 你看起來其實應該是滿熱愛運動的吧 是 沒有錯 喔 所以 那你在 製作舞鞋的部分 有 跟你的運動上有做一些結合嗎 基本上 我覺得舞蹈是一種 運動的表現 對 然後 我覺得 所有的運動 包括舞蹈啊 我覺得他們都很在意 核心這一塊 尤其舞蹈它 它需要旋轉 喔 跳躍 轉圈 對 轉圈 然後 甚至跳躍 奔跑 喔 好 好 對 那就很注重到那個 所以 要非常注重到身體的平衡 對對對 那個力量不能往外散 喔 所以那個力量都要集中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的舞鞋 跟一般鞋不一樣是 我們如何把 身體的重心 在旋轉跳躍的時候 把它 集中起來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呃 在這一個部分上來講 其實我們的舞鞋跟一般的鞋子 還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對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OK 因為像 那比如說 David哥可以跟我們展示一下 就是說 呃 我們這個ART舞鞋到底 呃 是有什麼樣的秘密去保護我們舞者 的 的腳 對 基本上 一雙舞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呃 竹根的穩定 呃 呃 呃 舞鞋舞者在 因為進行舞蹈的時候 他們最忌諱就是 他們的腳跟身體往外翻 對 所以這一塊跟鞋跟的 支撐性是非常重要的 哦 對 所以 所以 呃 我們這個材質都用得非常好 然後還有 結構上跟一般的鞋子是不一樣的 更堅固 對 然後要更輕 更輕 哦 因為這樣子舞者在做一些跳躍啊 或者是 呃 跳舞的負擔上就會變得很少 對 沒有錯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舞者其實他們常常 腳部會做一些動作 哦 對 那我們鞋子就必須要跟著腳 哦 就是腳尖下壓 腳尖下壓 就必須要跟著腳 所以 所以一般的鞋子 他沒有辦法做 腳尖下壓的部分 哦 對 對 就我們一般高跟鞋啊 或者是 一些比較硬的鞋子 他是沒辦法做 那像舞鞋他就能夠 腳尖下壓 腳尖下壓 然後 跟著這個足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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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然後讓 讓鞋子 跟著身體 舞者的那個分散的理性力 把他再集中回來 對 讓他的身體產生平衡 這是一個跟一般鞋子不一樣的地方 哇 這些東西真的都非常的深奧耶 我覺得 因為對於一個舞者來講 有很多東西他要去做注意 那其實 那其實 Dabby哥把舞鞋做好 等於是幫舞者分擔的一些注意力 讓他不用在這一個裝備上的東西而去分心 對 我們要讓他們跳舞沒有顧忌 對 不用去想說身體平衡的問題 對 那自然而然 他們就能在做其他舞蹈動作的時候更專心 對 就不用再去擔心 哦 舞鞋穿了會晃 會搖 會什麼 他可以很專心的在他的舞蹈動作上去做focus 對 沒有錯 哇 這真的 這個東西原來 原來有這麼深奧的一些秘密存在 對 這個是一個運動的人體共學 哦 真的 真的是 原來這個學問也是非常大的 Dabby哥 我們今天桌上擺的這三雙鞋子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其實它都是舞鞋 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不過這三雙舞鞋分別適合不同的場地 哦 就是意思說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要選擇不同的鞋子 沒有錯 對 那這個不同的場合 我們就要來詢問我們團長 詩玉老師 我們跳舞通常會有什麼樣子的場合 呃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比較常見到的像這種舞蹈教室 有木質地板的 這是我們一般比較常會使用到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 像我們常常在帶學校社團 就是在學校的玄關啊 文化中心啊 活動中心 它是屬於比較有硬度的那種大理石的地板 哦 就是比較光滑 光滑那種 對 有的時候也會滑 會有點滑 滑滑的那種 對 那另外 另外我們也比較常會用到的就是 可能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會在戶外可能那種食指地板上面 去做表演 就是我們廣場大媽最喜歡跳舞的地方 對對對 哦 所以其實那 那 那我要再請David哥就是再為我們講解一下 就是說那如果我們在舞蹈教室的話 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鞋子呢 呃 在舞蹈教室或者是在室內的木質地板的場所跳舞的話 應該要選擇像這樣子的鞋子 其實這三種都可以穿啊 但是 呃 這個鞋子就不適合在戶外 因為它高度不就高嘛 在室內裡面因為木板比較軟 然後比較不會摔倒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危險性 所以這個鞋子可以在室內的木板第一場合裡面穿 對 這個我倒真的有比較就是深的感受 對 因為呢 其實像我們舞蹈教室 並不是你們看到就是表面這樣子鋪個木板就好 其實它舞蹈教室的地板它都是有吸震 然後也都是就是架高 然後也是比較有彈性的 對 那我們自己呢 穿著高跟鞋在這種場合上面跳 我們會有很多旋轉的動作 對 那就像剛剛David哥講的 呃 它比較不會危險 但我常常都看到很多喜歡跳舞的朋友們 就是穿著高跟鞋就在戶外跳起來了 對 哦 這樣很危險 對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呃 應該是也蠻傷膝蓋的吧 對 非常傷膝蓋跟腳踝 對 所以其實我就是覺得說呢 呃 一般來講 我們這種高跟鞋 還是比較建議在室內穿 那至於在戶外是不是 呃 在戶外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穿這樣子的舞蹈鞋 在戶外的石頭地 比如說公園啊或什麼之類的 在這樣子的場合穿這樣子的舞鞋比較適合 因為它第一個高度比較低 然後第二個鞋地比較厚 所以穿起來如果你踩到石頭啊或什麼之類的 你的那個腳桿比較不會那麼重 比較舒服 哦 對 對 對 而且它是不是看起來好像還有一些吸震 對 它有一些吸震的功能 比如說它鞋 鞋墊比較厚 對 然後它的這個大底也比較厚 而且它的大底中間的這一層是橡膠材質 對對對 所以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安全 所以其實大家在那個廣場跳廣場舞的時候 最適合的鞋子應該是這一雙 那如果像剛剛我們團長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小朋友在學校上 科口社團的那種大理石地啊 或者是對活動中心 或者是文化中心 我們剛才我們最有名的這個文化中心 那個練舞場地 這個平滑型的大理石地板 應該適合什麼樣的鞋子 它那種場地的話 它就不就適合像這樣子的鞋子 第一個外面的大理石地 它還是比較硬一點 對 所以那個直接 你在做舞蹈動作的時候 那個腳踩在地面上的那種反作用力 其實也是蠻強的 對 所以就不需要穿到 這麼高的鞋子 對 其實在 要跟的高度 跟的高度 還有它的跟的面積 對 跟的面積 對 然後再加上你在戶外穿啊 其實在外面的場地出來 其實把腳包覆起來 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比較安全的 對 不就不會刮到什麼東西 就是整個包覆起來 對於你的腳也不會容易 比如說會晃啊 會晃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在外面的這種 平滑型的這種大理石地板 其實它是沒有吸震效果的 所以變成說不像我們的舞蹈教室 地板是有一些吸震效果 對於有一些我們彈跳動作啊 或者是一些跳舞動作 它可以虛緩掉這個傷害性 在外面的大理石地板 基本上就是直接會回震 對 因為大家都不曉得以為 教室的木地板跟家裡面的木地板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就其實說在這個Mega 這個就是每一個教室在鋪地板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就鋪個地板 就那麼簡單這樣子 就拼一拼這樣就好了 然後原來如此 所以其實在不同場合選擇不同的鞋子 對大家來講會是 因為畢竟我們在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我們必須都要選擇對的用品 那在這個對的用品的使用上 其實也是保護我們自身的身體 以及我們的腳 那其實現在疫情也慢慢的趨緩了 那我想大家應該也都迫不及待想要開始動起來 那我覺得不要因為選錯你的設備 而造成對自己的傷害 因為其實這其實得不償失啦 因為我們在運動基本上就是 其實做任何運動裝備都很重要 對 比如說爬山要有爬山的裝備 跑步要有跑步的裝備 我們做什麼運動都要有什麼運動的裝備 要選擇好 那其實跳舞也是如此 我們在不同的場地選擇不同的鞋子 對我們跳舞的人來講 我們為了運動就是為了身體健康 而不是說選錯鞋子 然後讓我變成是身體傷害 對 那其實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是為大家來探討這一個 就是怎麼樣選擇對的設備 讓你可以在跳舞這一塊 可以越跳越健康 越跳越美麗 然後也不會造成身體的傷害 OK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以及我們團長思玉老師 謝謝 謝謝 接受我們這個專訪 其實因為真的這個東西 畢竟很多人還是不太清楚 那其實我們David哥 專業講解得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也真的很謝謝兩位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